就你高架这几天 私兵殿的先亲们都可想你了 天天念叨你 尤其是傅尘 虽然你给了他这梨花酿的秘方吧 但是他怎么都酿不出你那个味儿了 把他给丑死了 那你这回回天宫的时候 把他带一点回去吧 行啊 他正有词意 你许久不回天宫 真的可以吗 你都不在天宫 我还去干吗 再说了 我父王的冀灭轮 已经拿到了 哎呀 我来 有 了 我找你 啊 很好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给 给我看看吧 不给 就不给 我去看一下 你不要那么小惊啊你 凭什么给你啊 给我看一下 你干吗呀 我看一下你又不少块肉 不给 就不给 来啊 你给我看一下 不给 不给 小惊魂 我给你看我的鞭子 我不看 你给我看着咱们换一下 换一下嘛 谁要跟你换啊 阿九 阿九那么懒散又探玩的性子 怎么会日日闭关修炼呢 他是在夺我 因为内疚而不得不对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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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古剑 古剑 阿姨睡着了 怎么了 弘奕要晋升了 他现在在哪儿 二九居然选择这偏见晋升 这连天天太近了 师兄就在隔壁点燃酒心灯 那雷杰到来之际 不会伤到眼天天的九星灯吧 要不要我带他离开这里 现在来不及了 阿舅已经入定 气息不稳 我们随意挪动他 只会破坏他的防御之气 我先布下结界 护住眼天天 之后一定要看好他 那也只能如此了 他每天都要遇到眼神 他都要遇到眼神 他也是在哪儿 他也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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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在想 怎么会有这么傲慢无礼的小姑娘 头一次 是在天空 你送了我一代新灰的那次吗 那时我可是大姑娘了 其实早在那之前 我就见过你了 你怕是不记得了 很多年前 白纸天后 在梧桐岛举办群花宴 我也受邀出席 你随你父王一同参宴 你那时就认识我了 那时我还太小了 心力也不高 没有人在意我 明明是个小丫头 却比谁都要巧 天后身边的侍从 怠慢了孔雀王 还被你狠狠地 教训了一顿吧 你瞧见了 我年少时鲁莽 在天宫闯祸 惊动了天后 若不是天帝大度 只怕我孔雀一族 都要受天后训诫 不然呢 你以为天帝 怎么会及时赶到 我是看你可怜兮兮 都快哭鼻子了 才悄悄地 让了天帝过来救你 你真是再好不过了 真是再好不过了 你说以后我们的孩子 会是孔雀族还是龙族啊 我希望是龙族 在一等线门出身 便不必再承受那么多的冷眼 只要是你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就都好 我会用尽我的所有 去爱护他 养育他 书儿 从前是我没有能力去维护你 但从今往后 你身上所有的忠语